俄罗斯有多恨雇佣兵 俄乌冲突中 雇佣兵的下场就是最好的答案 所有参与到俄乌战争中的雇佣兵 都不会享受战俘的待遇 而他们最终面临的结果 只有一种结果死亡 那么俄罗斯为何会如此的憎恨雇佣兵呢 而俄罗斯又会如何对待雇佣兵呢 下面一起了解 俄罗斯雇佣兵背后的故事 雇佣兵自建立以来 就是一直为金钱而战斗的军队 雇佣兵中没有任何的信仰之名 只要雇主锁出价格足够高 那么他们就可以为任何人办事 甚至还可以做出一些伤天害理之事 所以各国对于雇佣兵都没有任何的好感 而这也是为何在二战之后 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时候 并没有将雇佣兵这个团体列入保护范围 虽然这个团体并不受国际法的保护 但雇佣兵在国际上却是越来越多 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 可以帮助政府处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和一些不方便政府出面的事情 都可以由这些团体来出面解决 甚至一些军方没有办法 进入的战争中 雇佣兵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参与到其中 甚至他们为了利益 可以挑起各国之间的战争 从而将利益最大化 而在如今的俄乌战争中 雇佣兵的人数更是达到了1.6万之多 俄罗斯对雇佣兵有着相当大的仇恨 从雇佣兵刚进入乌克兰 就被一颗导弹打掉的事情 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对雇佣兵的仇恨有多大 而之所以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意见 主要就是因为俄罗斯 曾在雇佣兵手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1994年的车臣之战中 俄方部队向车臣格罗兹尼开进 当然在初期之时 因为俄军在装备上 要远远先进于车臣武装 所以车臣的部队一直都在不断地后退 被打的机会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接连的胜利让俄军已经认为胜利在望 车臣方面因为不断地在战场上失利 也就招募了大量的雇佣兵 准备给俄军来一场教训 而出生特种部队的雇佣兵们 在作战的时候都表现得十分的卖力 他们拿到车臣的高额佣金之后 同时也为了打出自己在国际上的实力 车臣之战中的雇佣兵表现得极为凶悍 并且十分的残忍 俄军部队在牺牲上百名士兵之后 不得不宣布撤退 因为再继续下去 还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因此俄军和雇佣兵组织 也就结下了血海深仇 经历了这次的战斗以后 俄军也意识到了雇佣兵的威胁 而雇佣兵也成为了主要的威胁 并且俄罗斯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雇佣兵知道俄罗斯的厉害 不能之前的士兵白白牺牲 一个以战斗民族著称的民族 既然杠上了就要彻底的解决 所以凡是碰到俄罗斯的雇佣兵 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特别是那些屡屡挑衅的人 都会被俄军彻底的消灭 而俄罗斯为了针对这活 只要钱不要命的组织 俄罗斯也成立了自己的雇佣兵组织 就是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雇佣兵 而俄方雇佣兵的出现 也可以为俄罗斯解决很多军队 不能解决的问题 目前俄罗斯的雇佣兵 对外主要的任务也是 负责警戒等事情 经过俄罗斯的发展 如今的雇佣兵也已经出具规模 而其中的队员更是俄罗斯的特种兵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支和西方雇佣兵 旗鼓相当的笔致 就如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 已经成为了一支足以应对各种 突发事件的雇佣兵组织 所以如今的雇佣兵 再一次出现在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的下场只会比之前更惨